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负 水 难 收 负水难收 负 圆指帆 后引申为轻 到 泼的意思 负水难收 字面的意思是说 泼出去的水 无法收回 现在 比喻事情已成定局 很难再挽回了 也引申为夫妻关系已经断绝 难以重新结合 负水难收 这句成语最早出自于南朝 范叶的 后汉书和静传 原文说 国家之事亦何容易 负水不可收 宜身私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国家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解决的 就像是倒掉的水 无法收回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有一个这样的历史典故 在商朝末年 有一个大气晚成的军事家 名叫江子牙 江子牙年轻的时候 一直默默无闻 后来 到他成年后 娶了一位姓马的妻子 大家都叫他马氏 江子牙和马氏结婚后 过着平静的日子 但江子牙的年纪越来越大 却依然没有做出任何成就 家里的日子渐渐地变得贫穷 但是江子牙性格高傲 他不愿意为昏庸的昼王做事 就隐居起来 每日悠哉悠哉地钓鱼 他认为自己正在等待一个机会 一旦机会到来 一定会有所成就 可是他的妻子马氏并不这么认为 在马氏看来 家里越来越贫困 江子牙却每日悠闲地钓鱼 实在太过分了 于是 马氏每天抱怨江子牙 并表示不愿意与他共同生活下去了 江子牙知道马氏受了很多苦 便劝他说 你别着急啊 我是有真才实学的人 总有一天会让你变得富有 我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可马氏哪里听得进去 他对江子牙说 你每天都说等待机会 这么多年过去了 家里越来越穷 可是机会依然没有到来 你一定又是在哄骗我 现在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的话了 就这样 两人几乎每天争吵 终于有一天 马氏再也无法忍受 决定彻底离开江子牙 江子牙知道马氏已经决心要离开 他再三挽留又不成功 只能无奈地允许马氏离开了 日子又一天天地过去 江子牙在接近八十岁的时候 在钓鱼时遇到了巡游的周文王 姬昌 姬昌与他聊了很久 发现江子牙果然十分有才华 于是再三请求他帮助自己 江子牙意识到 他终于找到了认可自己 欣赏自己的人 于是开心地接受了姬昌的邀请 姬昌欣赏有才能的人 因此对江子牙十分尊敬 于是便封江子牙为太师 每日与他商讨如何治理国家 江子牙为姬昌想出了很多好计策 在他的帮助下 姬昌管辖的地区百姓富足 军队强大 可是姬昌这时已经年纪很大了 没过多久就因病死掉了 姬昌在去世之前将自己的儿子 姬发托付给了姬子牙 让他帮助姬发更好的治理国家 姬发和他的父亲一样 爱惜人才 人爱百姓 这使得在他管辖的地区 百姓更加富足 而这和当时整个商朝的 残酷统治完全不同 最后 在百姓的支持下 姬发推翻了商朝 建立了州朝 而这其中很多功劳都来自于姬子牙 姬发十分感激姬子牙的帮助 就赏赐了很多土地和钱财给他 一时间 姬子牙不仅拥有了钱财 还拥有了地位和名誉 马氏听说了姬子牙变得富有 还做了大官 十分后悔当初离开他 于是他便跑到姬子牙住的地方 请求继续和他一起生活 马氏对姬子牙说 你看 我们成为夫妻那么多年 我每日照顾你的生活 我们是有深厚感情的 现在我回来了 你应该把我留下 我会继续照顾你的 姬子牙看穿了马氏的为人 根本不想继续和他生活在一起 可是马氏每日都会到他住的地方 劝说他 一天 马氏又一次来到姬子牙住的地方 劝说他 姬子牙便把一壶水 倒在地上 然后对马氏说 既然你这么坚持 这样吧 如果你能把我倒在地上的水 重新收回到湖中 我就和你继续生活 马氏一听 赶紧蹲下身子拾取地上的水 可是水早已经渗入到土里去了 经过几次尝试 马氏只能挖出一些泥浆而已 姬子牙看到马氏的样子 叹了口气 说 拖出去的水 怎么能收回来呢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我们多年的感情 就像这湖水一样 再也没办法收回了 在这个故事里 姬子牙泼出一湖水 让马氏收去 但是马氏无论怎么努力 也无法做到 便是成语 覆水难收了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 在西汉时期 会计一带有一位叫做朱买臣的人 他生在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庭 他直到四十岁了 仍然非常贫穷 为了维持生活 他每天上山砍柴来换取微薄的钱财 尽管朱买臣十分贫穷 但他却十分聪明 喜爱读书 他会在挑柴的途中背诵诗文 看起来呆呆傻傻的 也不和邻居打招呼 周围的人被地里偷偷地笑话他 每次他挑柴回来 大家都会在他背后 悄悄地说 朱买臣太愚笨了 他那么穷 读书又有什么用 看他每天都是一副傻乎乎的样子 真的很好笑 朱买臣听到邻居这么说 不仅满不在乎 还把背诵的诗文 大声地念了出来 那声音大到大家都以为 他在唱山歌 于是邻居们都会跑来看热闹 朱买臣的妻子 看到朱买臣的样子 十分羞愧 一次朱买臣回到家后 妻子对他说 你每日背诵诗文 邻居都在背后笑话你 难道你就完全不在意吗 可是你的行为 却让我感到十分羞愧 我不能再和你一起生活下去了 朱买臣依然满不在乎 他笑着对妻子说 你别看我很穷 但是曾经有人预言 我会大气晚成 我一定会变得富贵的 你已经跟我生活了二十多年 受了很多苦 请再等我几年 我一定会有所成就 到时候 我会好好的报答你的 妻子听他这么说 十分生气地回答道 再这样下去 我们还没成功 就先饿死了 更不要说富贵了 无论朱买臣怎样解释 也无法平息妻子的愤怒 无奈之下 朱买臣决定和妻子分道扬镳 妻子终于不再生气 拿出自己的物品 毫不留恋地离开了他 从那时起 日子又平静了下来 朱买臣像以往一样 上山砍柴维持生活 他依然每日读书 他的前妻也嫁给了别人 尽管前妻离开了他 但是依然感念他们 以往夫妻的情分 有时 看到朱买臣五米下饭 并会做些饭食给他 确保他不被饿死 那一年 汉朝的皇帝 汉景帝因病死掉了 他的儿子 刘彻继位 史称汉武帝 汉武帝尊重人才 尤其是有学问的人 于是朱买臣的朋友 将朱买臣推荐给了汉武帝 朱买臣见到汉武帝 为他讲解了许多 晦涩难懂的书籍 这让汉武帝十分满意 最后 汉武帝决定封朱买臣 中大夫一职 朱买臣做官以后 努力为百姓服务 因此很快 他的官职就得到了提升 成为了会计太守 掌管家乡会计一带的事务 升了官的朱买臣回到家乡 正巧在路上遇到了 他的前妻和前妻的丈夫 朱买臣感谢前妻以往的照顾 便邀请他们去自己家 还热情地款待了他们 前妻看到朱买臣 又是悔恨 又是羞愧 但知道他们的关系 已经彻底破裂 再也回不去了 于是不久 便自杀死掉了 在这个故事里 朱买臣的妻子知道 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 再也无法挽回 便是成语 覆水难收了 两个故事讲完了 接下来再来回顾一下 今天遇见的成语吧 覆水难收 覆水难收 最后再来用 覆水难收 造一个句子吧 看来这事已经是覆水难收 结局只能如此 看来这事已经是覆水难收 结局只能如此 好 今天的遇见成语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和订阅吧 我们下回见